马太福音21章23节 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有什么权利到圣殿去捷径 他不是大祭司 他不是圣殿里面的什么权威人士 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事 问得很对 耶稣就说 好嘛 我会回答你们 不过我先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 他说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呢 是从人间来的 他们回答说 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你一定会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从人间来的 如果百姓会用石头打我们 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从神来的 耶稣也就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他就写得很生动 我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怎么有这个权柄 我们怎么晓得 实在这是圣灵的工作 而即使是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 即使耶稣称赞他 从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 我们也从他身上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施洗约翰很勇敢 很正直 责备叙利王不对 他敢责备 就被抓起来了 关起来了 那么后来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 他就派他的门徒去跟耶稣讲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这个是 说得严重的话就是 施洗约翰失去信心了 他原来帮耶稣做见证 他原来那么勇敢 他现在失去信心了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别人 他的门徒走了以后 耶稣就跟门徒说 施洗约翰怎么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 但是说了一句话 凡不因为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施洗约翰跌倒了 如同门徒在耶稣被卖的那晚上 耶稣说 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 各位跌倒就是犯罪 就是做错了 我们会因为一些不好的事跌倒 不幸失败 耶稣怎么会说 不因为我跌倒的有福了 耶稣会叫人犯罪吗 各位会的 对不起 不是他错 是我们错 当施洗约翰原来是那么大力的 拥护耶稣 后来说 将来的是你吗 为什么他会动摇 为什么他会怀疑 因为耶稣做了施洗约翰 并不监望的事 当我们的神做的事情让我们不愉快的时候 不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不小心 这太多了 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垂听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点跌倒 严重的时候 严重的时候就会大大跌倒 当我们觉得神叫我们失望的时候 神不听我们祷告 神明明这件事是该做的 该成就的 他没有成就 我们会跌倒 求主帮助我们 我自己觉得 彼得的跌倒也是这样 彼得是很勇敢的说 众人都跌倒 众人都离开你 我绝不离开你 可是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 有人问了彼得 你跟他在一起 彼得三次说 我不认识他 我们一般了解就是彼得 胆小害怕了 可是我觉得也有可能 也许这两个解释都可以并存的 但是我觉得 当彼得说 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当彼得看到主耶稣 被羞辱 被吐吐没 被打 彼得可能想 各位你要知道 彼得他们觉得 他们进了耶路撒冷 可能就要开始 启示了 就要把罗马人赶走了 他们是这样想 耶稣就选出他的王权了 结果没想到被抓了 被抓没关系 耶稣可能在被审判的时候 天上有个光 他手一挥 大家都死掉了 他被打 耶稣被打 没有还手 这不像是上帝的儿子 这不像是弥赛亚 我希望的弥赛亚 不是这样的 上帝是能医治我的儿子的 为什么他没有医治 为什么他没有听祷告 为什么 上帝 是这样带领的 施洗约翰 失去了信心 因为 耶稣所做的 不是他想要的 当耶稣对 施洗约翰的门徒说 你们告诉施洗约翰 我做了什么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 梦德医治 凡不应我跌倒 就有福了 他讲这个 对施洗约翰 毫无帮助 瞎子看见怎么样 瘸子行走怎么样 我还在监狱里 我为了正义 为上帝所付出的 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来 解决我的问题 各位 你也可能问过这个问题 今天你还在教会 可能你 不追究上帝的错误 对不起 我这样说 不是很多人 都是因为 对主失望 就不信 就不来了 就软弱了 不过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 信靠我们的主 那就是28节以后 耶稣所讲的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做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两兄弟 我们比较熟悉 就是浪子和他的哥哥 这里是 很平凡的一个故事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做工 他说我不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说我不去 但是懊悔就去了 我们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懊悔 但他还是很好吧 还是觉得违背父亲的意识不对 他就去了 我如果能像这个大儿子 就不错了 虽然口头不愿意顺服 但是还是顺服 小儿子 家去 哦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这我们也 觉得很熟悉 大儿子觉得 父亲不公平 我们常常这样感觉 小儿子说去 结果不去 我们也常常这样做 对上帝嘛 这个答应 那个举手 但是 去行的就非常少 当耶稣 讲了这个比喻 然后问他们说 这两个哪一个 听父亲的话 他们说大儿子 哇 耶稣又说了一句重话 哇 这个 税吏和娼妓 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约翰 针着异路 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不信他们 税吏和娼妓 信他们 你们看尽了 还是不肯 不懊悔 去信他 于是耶稣又讲了一个故事 我实在是很佩服耶稣 看到人家抢位子 会讲一个故事 他跟罪人吃饭 别人叽叽咕咕 他又讲了三个故事 他随时有故事 可以讲 了不起 他说你们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族 摘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笆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 租给原户 就往外国去了 很显然 他在这里讲 以色列人就是这些园户 收果子的时候 进了就打发仆人 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就是交租金的时候到了 就有人去收了 园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打发别人去 也是一样 后来打发他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是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原户 看见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原主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原户呢 他们说要下毒手 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令诸给那 按着时候 浇果子原户 除灭那些恶人 他们自己说的 除灭这些不浇果子的人 这些恶人是谁呢 四十二节 耶稣说 经上写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做了防角的头块石 这是主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匠人所弃的石头 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那么 这个石头 犹太人不要 上帝让它成为 防角的头块石 四十三节 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 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些恶劣的援护 就是犹太人 各位 人对上帝 不会是 冷淡而已 你对上帝 只可能有两种态度 一个是火热 一个是仇恨 你说我没有恨上帝 你冷淡对他 不冷不热的对他 你敷衍他 那就是恨上帝 圣经里面 讲这个世界 只有两种 卖子和败子 得救的和不得救的 信和不信的 接受基督的和不接受的 接受的就 一定能够结出果子来 接受基督的 就一定要结出果子来 如果始终不结出 这是耶稣说的 神的国 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应该就是指着 我们这些外邦人 犹太人不信 不信 不信 有一天神的国就夺去了 这个给了我们 我们就要结果子了 要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哇 好严厉 好严厉 很公平 当神把一切的恩典 给犹太人的时候 给了多年 差遣 先知去犹太人那里 告诉他们神的话 可是犹太人 一直在犯罪 而且把来收的人 打死了 不理他们 你说 我没有做这个事 我没有把教会 来探访的人 打死了 我偶尔还是来教会 我偶尔还是来奉献 各位我知道 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讲 包括这个例子 你在神面前 不会是一个 不冷不热 偶尔聚会 偶尔不来 偶尔奉献 偶尔不奉献 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很重的话 要把神的国 从你们那里夺去 这被夺走 我觉得意思就是 不应该失去的 被夺走了 不一定是魔鬼夺走了 被夺走了 不一定是坏蛋把他夺走 被夺走了 很多时候是被主夺走了 或者是被你自己夺走了 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租给那 暗的时候能浇果子的缘户 也不是要吓各位 如果我们比较容易懂的话就是 将葡萄园租给别的教会 因为他们能够暗的时候浇果子 葡萄园不再给你们了 因为不能暗的时候浇果子 我再说一次 我们对于上帝的恩典 救恩很强调这是对的 上帝的爱很强调这也是对的 但是圣经里面 严厉的一面也有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只轻忽下去 我们不能够一只觉得 神无所谓 神不会 神很宽大 神很慈爱 神很怜悯 如果你真认为神慈爱 怜悯 宽大 你就更应该珍惜这个救恩 将人所弃的石头 做了防角的头块石 耶稣所做的 世人不接受 但是神把他成为防角的头块石 我们不要被夺去 让我们多多的结出果子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为他是先知 这些想要捉拿 耶稣的文士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高估了这些群众 他们的确以为他是先知 群众的确欢迎他 和三那奉主明白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的和三那 但是当耶稣 没有显出他的能力的时候 他们最后也是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求主帮助 主啊不要把我们永远的生命夺去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慈爱之下 常常多结果子 继续多结果子 不软弱不退后 耶稣讲 葡萄树若结果子 那个枝子就修理干净 你越是多结果子 越多修理 你以为多服事 多有享受 多服事 多有修理 你说那我不要服事 不行了 若不结果这枝子 就剪掉 在耶稣最后的 就是上十字架之前 他讲的一些比喻 很多很严厉的 主人离开了 把钱交给仆人 要他赚了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讲 把钱交给仆人 拿了主人给的钱 就去做生意 就去赚 到第三个仆人的时候 他没有去赚 他跟主人讲 主啊 我知道你是严厉的 你是忍心的 你很狠啊 怎么狠啊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 没有善的地方要拒 各位我们的神 很慈悲怜悯吗 是吗 是的 但他要求是怎么样 有人打你左脸 右脸给他打 这是没有重的地方要收 要饶恕人七十个七十 没有善的地方要拒 强人所难啊 太难了 各位 你有一笔钱 你交给李专 李专赚了很多钱 你很高兴 李专没有赚钱 你不会说没有关系的 你的要求是要多赚 你的钱放在一个地方 他没有赚 你就换了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一件事 赚钱啊 赚的越多 照我所知啊 风险越大 自己来做生意 风险最大 赚的都归你了 但是万一赔就赔光了 所以第三个仆人说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 没有善的地方要拒 哎哟 你给我的钱 万一赔了怎么办 哦 不行了 你会很凶的 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 包起来 辛辛苦苦的看着 主人 这是你的钱 原封不动 一毛没有少还给你 主人大怒 就跟你的礼砖 没有赚钱 你会把它换掉一样 你都很容易了解 主人大怒 你知道 我是忍心的 没有扇子要拒 没有重的要收 最起码把钱放到银行 有点利息 然后把这无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 爱哭 切磁 按这时候 交果子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 仁慈 怜悯 宽大 赦免 都是真的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你越知道 他的恩典丰富 得越知道 他的要求也很高 不要让神的国 从我们手中被夺去 要让神的国 在我们手中 继续的多结果子 是难的 是辛苦 过圣洁的生活 勇敢的生活 正义的生活 爱人的生活 哪一个不难呢 我们只有继续靠主 恩典 继续的 依靠主 主必定帮助我们 站得住 主也必定帮助我们 多结果子 不过记得 多结果子 多传福音 多爱主 越来越善良 是有 今生来世 一切的祝福 但是 也的确是艰难 成为基督徒 有福了 成为神的儿女 有福了 进到神的国 有福了 这一切都是 神白白的恩典 白白得来 白白舍去 是神白白的恩典 都是神所做的 但是我们在领受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 我们也经历到 辛苦 彼得 讲过两句 很重要的话 一句是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一句就是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了不起 这是神给他的启示 弟兄姐妹 看到这个国度的宝贵 看到耶稣的宝贵 万金不换 让我们跟随他道理 我们祷告 天父 按着时候 结果子 焦果子 我们觉得好难 求圣灵帮助 求圣灵让我们愿意 悲失价跟随主 而且喜乐的跟随主 结果子 而且喜乐的结束果子 主啊 若我们是被拣选的知子 求主在修剪我们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撑得住 看到摆在前头的喜乐 就不以现在的苦楚 为念了 反倒欢喜快乐 在世见证 扶持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慢慢 拜访了